香菇是杏鮑菇很容易蛋的 可是它不会烂掉 真的喔 快速剥蒜器 好 再一次剥给大家看一下 蒜头放进来 搏一搏 好 OK 打开来就完成了 好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妈她怎么煎 乳肉的时候都先把肉煎过 味道比较好 而且肉质也会比较 比较酥酥的 脆脆 QQ的 妈妈说是QQ的 QQ的好吃好吃 有口感味烂烂的 我妈说那个煎出来的猪油 我们拿一个碗把它装起来 把多的油倒出来 等一下你可以炒菜用 那你的卤多也不会太油 不会的话就白多 今天看到的你们都有福气了 可以好好的在家试试看这道菜 好 蒜头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分量 你不是说要炒油 那有 一些 哦 西高菇 粉白菇 还有卤蛋 就好了 好吃哈 就是去腥味啊 刚刚蒜头放进去了 那我妈会加一些米酒来炒 去腥味 然后再加一些糖 红糖 要买冰糖 我妈说红糖 下次因为我们家已经没有冰糖了 那下次的话再买一些冰糖 冰糖会比红糖还好 然后我们这次也会有卤蛋 然后也准备了杏鲍菇 然后也准备了杏鲍菇 就是主要是卤杏鲍菇 就是主要是卤杏鲍菇 跟卤蛋 还有这个香香的肉 还有豆干 还有一包豆干 好 然后呢 放入冰糖 放入糖 放入糖 以后要放入米酒 然后糖 然后再放一些香菇酥 酱油进去 好 好 炒出它的味道 而且还有卤豆干 我就放一包豆干 就没有代言 但是就是老公喜欢吃的豆干 有三条杏鲍菇 应该就够了 我们分量不要太多 因为 就等于是 六个 六份 煮六份的话 大概是这样就很多了 好那现在水滚了 就是这个 要煮蛋 蛋的水滚 你蛋不要混啊 你蛋就是白 就白成一下 好那我现在可以放吗 还是 那我现在可不可以放 还是不要放 我妈说 水没有滚 就要先把蛋放下去 哈哈哈哈 冷水跟蛋就一起放下去煮 你看 现在这个肉的颜色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鹿味 很香 你看 很香 我家的酱油不咸 都是剥盐的 所以我妈就 加了酱油缸 然后再加一些酱油 好 一碗水好了 好 现在水就放进去了 蛋快要熟了 那个水滚一滚 它就会 我妈说用筷子 可以把蛋夹起来 就是代表它熟的意思 好蛋煮熟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捞出来 放在那个刚刚准备好的冰水 等一下很快就可以把蛋壳锅 拨开来 好 现在蛋熟了 那开始就放在冰镇的水里面 这样就会比较好拨一点 刚刚发现就是那个 滷汁不够 所以现在还要再加一些料进去 就是加一些酱油 高小调料进去 有这么多的菜 看一下 有豆干 然后有杏 豆干 这边是杏鲍菇 然后还有 六颗蛋 那就是跟卤肉一起慢慢的 那再加一些 这水应该够了吧 这里的水 喝起来蛮多的 好 你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料真的很多 我的天哪 锅子太小了啦 锅子太小了 我觉得这样很够了 好 就慢慢的 然后就转移 三条杏鲍菇 六个蛋 还有 八块豆干 就满了 还有三颗 三条那个 五花肉 30公分长 然后上面就铺一些葱 对上面铺一些葱 来我们开一下 就小火慢慢的 小火慢慢的 等到开了 开了我们就关小火 好 我们就开始让它滚 让它煮慢慢的炖一下 樱花 到这边 香锅尚 铁包 砂蛋子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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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说砂蛋子蛋 那七八糟 国家人